不久前 一位网友带着孩子去科技馆参观 发现这个圆盘实验十分有趣 只见小圆盘在旋转的大金属盘上滚动时 会呈现出奇特的路径 于是该网友尝试将塑料盘滚上去 经发现它一边随逆时针旋转的金属盘同向移动 同时还会周期性地靠近和远离圆心 不仅如此 塑料盘有时还能越过金属盘中心区域来回移动几次 那塑料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花式移动路径呢 其中的原理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又有怎样的弊益呢 复制这个圆盘实验发现 如果将小塑料盘置于大盘外圈 使其平面和接触点所在切线平行 那么摩擦力就会一边推动小盘重心加速后退 一边使重心受到旋转力矩而在大盘上向前滚动 两个动作叠加就导致小盘相对地面慢速后退 但只后退了很短的距离 接触点的摩擦力方向就不再和小盘平行 于是和平面垂直的侧向摩擦力 推动它在后退中向内圈移动 并使小盘平面向外侧倾斜 为了对抗倾斜力矩 小盘平面会自动向切线平行方向旋转 以形成陀螺稳定力矩而保持不倒 这样小盘就一边后退靠近内圈 一边不断偏转 并且偏转角速度还随着滚动转速变慢而加快 所以向内圈移动时 小盘平面的偏转速度越来越快 终于矫往过正 偏向了切线的另一侧 造成侧向摩擦力突然反向 于是在后退中开始向外圈移动 同时向内侧倾斜 为了对抗倾斜力矩 小盘平面变成反向偏转 以产生陀螺稳定力矩 但随着小盘的滚动转速加快 偏转角速度会越来越慢 眼看跑到了边缘附近 小盘平面才重新和切线平行 从而完成了一个动作周期 由于小盘的滚动转速在持续衰减 导致陀螺稳定力矩越来越弱 所以向大盘内圈靠近远离的周期性动作 它重复不了几次就会失稳摔倒 因此只能短暂地走出这种奇异路线 当然如果小盘出时 就具有较大的侧向摩擦力和侧倾角度 就可获得较大的移动速度和偏转角速度 从而跑到对面完成滑力转体 然后继续靠偏向内圈的侧向摩擦力和倾斜姿态 故技重演又跑回来完成转体 直到滚动转速衰减 无力保持稳定而摔倒 通过科学管的实验我们发现 滚动的轮子具有陀螺稳定性 向一侧倾倒时就会发生同向近动偏转 而这对其摩托飙车的鬼火少年相当有用 比如高速行驶时前方突然出现障碍物 他们的本能反应通常是大幅侧疑身体以求躲避 这就造成前轮为抵抗倾斜力矩而近动偏转 导致摩托重心在小半径的躲避转弯中被甩向外侧 变成了反舵亚弯于是朝着目标撞过去 此时鬼火少年都会慌忙修正 又向另一侧移动身体以求躲避 可是身体移动幅度越大 前轮的进动偏转角速度就越大 于是摩托以更快速度反舵亚弯 因此鬼火少年越着急躲避 摩托的反向修正速度就越快 结果就是他眼睁睁盯着想躲避的目标 但却不偏不倚地撞了上去 这就是把镖效应 美妙的是无知而无畏的鬼火少年们 往往会不由自主地运用把镖效应 来实现其种群的有效进化 因此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大有弊异 所以作为一名鬼火少年 如果技术离参加曼岛TT还差十万八千里 那就应该利用开息前这段有限的时间 去科技馆研究一下这些盘子 进化了四千里 离开了十万八千里 百分之一 还有 这些盘子在不停火转 或者是不停火转 而是否再担火转